複製美國總統那一套 蔡英文也搞鬼狼談話 只是走廊後邊 只是排消防栓都成背景圖案 總統頭髮還亂糟糟 被前同黨同志看破手腳 畫面上只有孤軍奮戰的 小英這次選舉民進黨空前慘敗 作困酬成的蔡英文向會議請假 在總統府回廊開講 試圖博取人民好感 但開口閉口離不開民進黨 照理講這樣的一個回廊談話 應該是一個比較輕鬆 應該比較溫馨 應該是比較soft的一個氛圍 它的內容來講的話 是要跟民眾談心 那可是呢 它這個內容裡面 卻是高度政治性的相關的一些訊息 意思也就是說 它在講的是民進黨的內鬥 或者是逼宮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論述 學者解構蔡總統的盤算 記者採訪距離的確拉近了 但從側面一看 一個個半蹲半跪 全擠成一團 它在九分鐘的一個談話中間 頻頻看稿 照理講的話 你如果是要跟民眾溝通 你心裡面的一些想法 來跟民眾對話 談心的話 照理講 所有相關的一些內容 應該都能夠融會貫通 記在你自己的腦海裡面 那但是它卻頻頻看稿 所以呢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一大敗筆 想拷貝美國跟日本的做法 背鴻穴的似不像 綠色鐵達尼號撞冰山 掌舵的蔡船長 迷失了方向 記者陳子芬 邵玉敏台北報導 不然 都 是